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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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期望见你在抱紧如同人 我数百次转身就在问 为何还望再见 为何还要等 回头能望见你在抱紧如同人 替我隔世好伤罪抹痕 里里合合错过 仍还要等 啊... 其好若相变 可应出声事 情若是不变 爱沐沐沐沐沐 喂...够了 你滴滴答答哭了三天了 水泊前两天已经在等我送瓶酱油过去了 你就少哭一天 天宫应该做美 别让人家老人家等到脖子都长了 妈... 红枣茶你一定要喝了它 祝你今天大杀三方 我就知道你心软 笑了多好啊 啊... 啊...啊... 无故 啊... 来 牛奶糖 你不认得我了 有奶糖啊 我看你认错人了 我在等着朋友 他的脚走得不是太好 我的脚刚刚才扭到的 对不起 没关系 小姐 刚才你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孩子 跟你差不多年纪 但是她左脚走路不太方便 没有啊 谢谢 拉里头 不要跟她玩 牛奶糖 你怎么气呼呼的 李浩 他们又笑你拉里头了 牛奶糖 你每天替我涂药糕 我的拉里头已经好了 你最好了 我的脚永远都不会好了 哥哥都笑我 叫我小全妹 谁说的 大伙我要你走得比他们都快 有人领养你了 怎么还肚着嘴啊 我舍不得你 那我给你一块牛奶糖 就是我很舍不得吃的 不过我也给你啊 谢谢 牛奶糖 我明天就跑了 我们再飞一次吧 嗯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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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以后没人跟我一起飞了 不会 我会回来看你的 要是我也被人领养了呢 那我们现在就约好了 十年吧 十年后我会在这儿等你的 要是我去了很远的地方 赶不及回来呢 那就等第二个十年了 李浩 我的脚一拳一拐的 你当然认得我 如果十年后你变成一个大胡子 我怕我不认得你啊 你不认得我 应该认得牛奶糖吧 到时候我会带着一大瓶牛奶糖 请你吃 欣欣啊 你对我们老伙计啊真是没话说 水哥都走了十年了 你还每年啊 山高水远的来看我 水佛啊 我指望你的舌头 帮我试试头抽嘛 水师傅教了我那么多东西 如果我们学坏手艺 那就枉费他心机了 哎 别人呢我不知道 有欣欣你坐镇 家福的酱油怎么会走样呢 冷水 不再帮你 你一会儿 别人猜就搞了 ここ也有点 我会不断 那边 我们先将油 你 这边 不能 我陈你吃一块 你懂得变魔术 谢谢 你朋友还没来 他吃得太离谱了吧 会不会不来啊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你还在这儿等 约好了吗 十年前 等过 等不到 希望今年等到 等到的 等到的 今天还没过完呢 如果这次也等不到 就十年后再来了 那我希望你随心所愈 再见 十年 十年一会 他等的那个女的 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故事呢 欢叔 财叔 田婶 秦秦 没等你开饭 我给你留了菜 好啊 今天做牙 大烟机很嫩的 再蘸上我们的双黄生抽啊 真是鸡油鸡味 酱油有酱油的香味 田婶 拿我那罐新干宝贝来 行 你那罐酱油啊 立刻倒啊 来 我要今早起缸那个头抽 太了解你了 每一罐酱油啊 你都亲自试过 要不然呢 不准卖给客人吗 好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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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这个味道 真的不对劲 不会吧 不会吧 这么乖啊 是啊 没有豆香味 用咸的药绿 还有股糠味 我到工厂看看 咸的药绿 咸咸 王伯 有没有看见我大哥 我没有留意啊 应该还没来呢 帮我叫四大天王叔去晒场 我有话问他们 啊 我知道了 这 这 这 欣欣 你 你叫我们几个 出来干什么呀 是啊 是啊 你的羊肉口别 怎么都紧到一块了 四大天王叔 今早起缸那道酱油 你们有没有尝过 到底有没有尝过 那 那一向以来 欣欣你尝过 说行就行了 我现在告诉你们 是很不行 要是这批酱油 卖出去给客人的话 家福 酱园等着关门了 你们通通的得回乡 下去种田好了 姬叔 你负责煮豆的 到底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啊 没有啊 所有步骤我都做足了 水开才放豆子 然后收慢火再煮 令我中头 火眼睛睛牢牢地盯着 一粒豆瓣都没有爆开 更没有煮焦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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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伯 你负责发酵做黄的 工序你有没有跟足啊 我真的没偷懒哪 我把面粉和熟豆啊 搅得很均匀哪 一摞一摞摊平了 天气一热呢 马上打开窗户 一刮风呢 我就赶紧关上门窗 画它三天三夜啊 行了 行了 田叔 该你了 那 我只是负责 把黄入缸加盈的 一出太阳 我就叫工人打开盖子晒 远远地看见有一朵乌云 我马上叫工人把盖子盖上 一滴雨水都没滴过 你相信我 那那我只是负责抽酱油和起缸的 出了什么状况呢 一定跟我无关 你们个个都是老杭尊 酱油出现了问题 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啊 糟了 糟了 老婆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内造酱油过不了关 什么我们内造 那 总而言之啊 大死都别承认跟我们有关 哦 啊 阿平来了 欣欣 你自己问问你大哥 看这道酱油出了什么问题吧 欣欣 呃 那批真是一级上海黄豆 我收获的时候验清楚了 欣欣啊 你是不是说今早起缸那遭酱油啊 我试过 胃很鲜的 你哥做事一向很仔细的 怎么会出状况呢 大哥 大嫂 吃饭了 来了 咦 妈呢 是啊 打牌还没回来 哦 她跟马太太他们抽头吃饭 不用等她 吃吧 好丰富啊 哇 酱油鸡 酱油王鹅肠 酱油王尖虾 店面做了牙了 今天早上甜食买菜 她说黄油鸡和大虾很新鲜 我就想做顿丰富的给你们吃了 这 欣欣每次做几道拿手菜 我打白饭也能吃三碗 来 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老婆 鹅肠 谢谢 不要 欣欣 好吃 这么多菜 你怎么吃稀饭啊 你不舒服啊 哦 不是 今天店面工厂两边跑 搞得我没时间吃饭 现在胃有点不舒服 吃清淡一点也对 你再不舒服 我明天去看医生专药吃 是啊 你这顿记住口吧 老公啊 吃个鸡腿啊 你自己呢 我还有一个大的嘛 吃吧 吃 好吃啊 好吃 大嫂 我现在真的相信了 清明内造酱油真的没问题 我早就这么说了 是啊 刚才看见你们两个人吃得那么有滋味 都没事 真的可以卖给客人 什么 你不要告诉我这顿的菜 是用今早起的内造酱油做的 所以我经常都说大嫂是吃葱大的 但是真的没事啊 喂 还很好吃呢 是啊 是啊 当然好吃了 刚才我做菜的时候 特地多放了一点玫瑰露 油盐糖也放了不少 这样才能盖住那股糠味 不过最重要呢 就是你们两个吃了之后没事 那我就放心了 老婆 你觉不觉得 觉得什么呀 肚子好像翻江倒海 咕噜咕噜的 你心里作用吧 可没见我 你也咕噜咕噜叫 不行了 不行了 老婆 你先让我 你走开啊 信信 他们两个怎么了 吃得太饱了 不用担心 看你笑容满面的 赢了很多啊 你看 我赢了四敌啊 三个被我打趴下 这么厉害 太好了 你快换件衣服 我把汤热了给你喝 慰劳你 记得早点睡啊 养足精神 明天还要跟凤妈看大戏 知不知道 对啊 我差一点给忘了 你知道吗 明天呢 那些灵人呢 哇 都是明卷 哇 是明卷 快去换衣服 大哥 大嫂 今天晚上不能睡个好觉 我也一样 因为明天 我要做一个 我最不情愿 最痛苦的决定 清明内造酱油 的确出现了问题 清明内造酱油 有什么吩咐 又有什么事要宣布啊 清明内造酱油 的确出现了问题 你们这里 这么多位 有些在这行干了十年 有些二十年 四大天王叔呢 跟着我爸超过三十年 你们有什么可能 不知道这道酱油 出现了问题 你们哥哥根本心里有数 就我 跟我大哥 两个当老板的不知道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会闯出这种大祸 吉叔 你先说 我不会说 我真的不会说 梁伯 我真不知道怎么说 你不要看着我 我真的没话说 哎呀 该问的又不问 该说的又不说 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吗 四大天王叔 你们当管工的 酱油出了错 一定要负责任 你们跟我到账房 结算工钱给你们 我信心有变啊 我想看你到大的 你所有本事都是我们教的 你所有本事都是我们教的 四大天王叔 我小时候已经这么教你们了 我从来没把你们当过伙计 我也知道你们都把我当成侄女 甚至有时候已经不记得 我是你们的老板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怎么做好酱油 现在酱油出了事 就算是亲生兄弟 也不买账 一定要追究到底 欣欣 其实真的不关四大天王叔的事 这造酱油那批黄豆 是梁忧尘说给我优惠价 我才会买的 梁忧尘 大嫂的表叔 我们一向跟全哥拿货的 为什么转字号 因为全哥的黄豆贵嘛 我表叔说可以给我亲戚家 我只是想帮家福 节省一些成本 我可没拿回扣啊 其实最该骂的人是我 看货样的时候 真的是好豆 你们验清楚货吗 三百多袋黄豆 验货要验到天亮 我以为大家亲戚 大哥 不验货怎么行呢 酱油有一股糠味 黄豆一定是泡过水 然后晒干卖给我们的 结果就搞砸制造酱油了 那吉叔他们个个都是老杭尊 一定有办法的 喂喂喂 你们几个啊 快帮忙说句话 想想有什么办法解决了 办法并不是没有 加点玫瑰露下去煮 连名字也改了 就叫玫瑰生抽吧 要不然就加些味浓的鱼露下去 搅鱼露 就当新品种了 是啊 是啊 真的可以考虑啊 欣欣 可以考虑啊 行得通 行得通啊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昨晚 我按照你们刚才所说的办法 多放玫瑰露 多放油盐糖 做了一顿很棒的酱油餐 有人啊 吃得停不了嘴啊 但是 经过一轮罗通扫北之后 我家里的厕所门 冰冰邦邦地响了整晚 有人拉得腿软脚软 你们觉得能不能过关呢 要不要我做一顿给你们尝尝 欣欣欣 你打算怎么办啊 先说人 大哥你尽错祸 四大天王说 你们监管不利 知情不报 所以今年的奖金 你们五个不用指望 说回酱油 霸生前 有两句话经常挂在嘴边的 祸从口出 病从口入 吃进肚子的东西 绝不能有差错 所以 这一皂酱油 全部都要倒掉 一滴都不可以留 还有 为了要大家好好记住这次教训 这里 个个都要倒 大哥 你先倒 我先倒 他就是我们的老板徐昕了 真可惜啊 酱油就这么倒掉 我看你们老板今天不会有心情跟我谈生意了 我把名片交给你 您叫他有时间就来找我 好的 谢谢啊 婆婆 阿平啊 真是走也想 吃饭也想 尽心尽力想做好家福的 欣欣也不错啊 对家福也好 对家里也好 样样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啊 哎 二姑娘越本事呢 我这个做大嫂的就越发愁 你知道了 婆婆 女人太能干 很难有姻缘的吗 何况啊 女儿始终是要嫁人的 儿子呢 就应该扛起一头家 阿平还是长子呢 儿媳妇儿 你的名字叫温柔 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阿平 为什么温柔要推欣欣去嫁人呢 你们兄妹是不是吵架了 是不是匠员出了什么事 没有 没事啊 那我是大哥 我应该做大份嘛 婆婆 一个人做得了主 两个人不知听谁的好 我们的意思呢 就是 你们的意思呢 就是想欣欣不要管家福的事 对不对啊 嗯 阿平 只是靠你一个人 你想清楚没有 你管得了家福吗 行 阿平有心有力 绝对没问题 大哥 大嫂 你们不是哄我开心吧 妈 要是大哥肯帮我做我那份 那我真是太开心了 那 每天呢我就可以睡晚一点 也不用惦记整天工作 搞得胃也疼了 我还可以叫玉凤教我打扮 说不定我还可以认识男人呢 我真的很想像大哥大嫂这样 双双对对 娜娜娜 婆婆听到你这么说的 你别变卦啊 你们别变卦才是 妈 那 现在我就约定你 明早凭你去凤妈那里吃白粥 炸粮好吗 好啊 你早点睡 嗯 来 走吧 走吧 早点睡 婆婆 妈 早点休息 哦 爸 如今酱油 连最后一滴都倒光了 但是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上哪儿去找酱油交给人呢 这关到底怎么过 你最好托个梦教教我吧 妈 孝敬你的 你真是孝顺啊 来 徐昕 金妈 好久没见你们了 玉妇啊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 是不是真的 是啊 哎呀 你们运气好 能够见到我们大小姐 对了 你现在在百货公司做事 还搬到宿舍住 难怪那么久没看见你了 何止啊 她还认识一个男人呢 每天就想着约会 我都很难得看到她呢 哎呀 人家一放假 就回来看你了 妈知道你乖 对了 徐昕 你今天不用看店吗 不用了 我现在呢打算不工作 等姻缘到 像我妈这样有空喝喝茶 打打牌 消磨消磨时间 对了 妈 吃饱快走吧 别让人家等你 是啊 我要去打牌 我先走了 多赢点 多赢点 乖 小心啊 喂 姐妹一场 什么时候介绍你男朋友 给我认识 她呢 待会儿会开汽车来接我 开汽车 不过我们有点事 下次 下次介绍你认识 干嘛这么保密 她干什么的 帅不帅 她会七十二遍 又翻头六遍 等你将来结婚的时候 不找我当伴娘了 阿姨啊 说不定是你先嫁人呢 好啊 东本善 看你是不是我的贵人 对不起啊 谢谢 牛奶糖 对不起 赶着进去打电话 是啊 我找这个什么东东啊 这个不是东字 这是童字 要是你想找那位童先生 你可以省下这个电话 好 一个时间跟我吃午饭 徐欣小姐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名片上的一个人 就是我 看你这么时髦 还以为你只喜欢吃西餐 没想到你也喜欢吃这样的老爷餐 我喜欢吃这里的猪油拌饭 是因为这里的酱油豆真味 那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这里的酱油特别好吃 因为是我们家福酱盐的出品 我知道 不过稍后呢 应该没得吃了 你们的酱油倒光了 那天你来找我 你看到 是啊 我还看到你一边叫伙计倒酱油 一边流眼泪 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坚持 但是倒完酱油之后 你应该没得闲着 这几天都要跑来跑去 借钱过关 你知道 你把酱油倒光了 就没货交给人 退定要赔钱 加上水电杂费 火急工钱 还有黄豆钱 样样都是钱 第二 造酱油起码要半年才出得来 半年这么长 你怎么来啊 我可以接订单吗 那你就是第一个 我一定会给你特惠价钱 我们一坛酱油是三十斤 你要多少坛 我再多也吃得下 其实我不是想跟你订酱油 我是想买下你的酱原 做酱油 你开贸易行的 买卖酱油有道理 怎么会想做酱油呢 记不记得那天 我拿着一瓶牛奶糖 再等一个人 记得 我还以为你不记得我了 对了 怎么样 你等到没有 十年前我等不到的 这次是第二个十年 可现在还是等不到 你们真的没有联络吗 义和难期 遭逢不偶 人的聚散 是有很多的无奈 你们试过三天没有饭吃 饿到手脚发软 走都走不动 我试过 在这边 泥的 好棒 站住 好棒 你会先看来 走 我试过 走 你再吃你的 每个人都快走 走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我才能吃到那种味道 再多钱也值得 你开个价给我 其实你不是第一个想买家福的人 大半年前 全广州最大的启丰洋行 出过很高的价钱想买 我想都没想就推了 刚才听你这么说 我差一点忍不住 在你面前第二次流眼泪 家福是我爸交给我的 就算再辛苦 我一定要做好它 这是我爸留下的遗愿 对不起 东先生 我也看得出 你对家福的感情 和对做好酱油的坚持 不要紧 买卖不成 人已在 我也希望你们家福越做越好 我才有好酱油吃 我就祝你能够事事如意 随心所欲 所有难关都可以度过 成你贵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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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我 阿萍 你接手降员只有三天 怎么搞得整个人垮下来 是不是做不来啊 婆婆啊 阿萍真的有心有力想做好家福的 但是家福的账房是空的 债主比客人多 你叫阿萍怎么做啊 难怪欣欣那么干脆 马上把烂摊子推给阿萍了 温柔 是你像机关枪似的 说家福一定要交给阿萍才有发展的 真的做不来 就找欣欣商量一下吧 找他有什么用啊 你真以为他会变戏法 都是自己不争气 进了一批发霉黄豆杠 婆婆 现在只有你才救得了家福 我怎么救啊 明天我赢十滴八滴也救不了 婆婆 你箱子里有 你公公去年过世的时候 为了办他的丧事 已经掏干挖尽了 不是啊 婆婆 你还藏了很多 我看见你放了十几个金刻子 在床底下 你偷看我 我才没这个闲工夫呢 那晚啊 我听到你房间 乒乒乓乓像拆房子似的 就过去看看你发生什么事 谁知道让我看见你 鬼鬼祟祟的藏金子 那十几个金刻子 你想要啊 没得商量 算了 老婆 别再烦妈了 算什么算了 我又不是觊觎婆婆的金山 我是怕公公死不瞑目啊 哎呀 老婆 你扯到哪儿去了 别说多错多 回方会 什么呀 我的火啊 就快飙到头顶了 我今天一定要说清楚 讲明白 婆婆 公公才走了一年 你每天呢 就忙着喝茶打牌 什么也不管 你明知道家福 是公公的命根子吗 现在家福有难了 要关门了 你还死抱着金子 你只顾得自己 大嫂 你怎么可以这么数了吗 是事实嘛 亏公公身前 对婆婆那么好 公公一走了 婆婆马上变成 另外一个人似的 根本不管家福的死活 一点都不念 对公公的夫妻情 别说了 妈不是这样的 我现在还经常 看见妈睡不着 坐在客厅里 看着爸的照片 跟爸说 为什么要扔下她 剩下她一个 以后怎么办 我还记得爸走之前那晚 在厨房里跟妈说 稍后把家福 交给我们兄妹 她就可以带妈 去杭州游戏湖 去乾堂江观潮 妈听到之后很开心 谁知道爸就在那晚 在睡梦中 就这么走了 我也问过天 为什么不让爸 多陪妈几年 为什么不让爸 长命百岁 为什么要带走爸 妈不是不管家福 是我特地 什么都不让妈知道 是我跟妈说 叫她什么都不要想 什么都不要管 爸最想看见的 就像以前那样 每天早上 去他们常去的五层楼 喝早茶 街坊好友开口 就别扫人家的心 搭进个圈 想做什么就做 就跟爸生前一样 就像爸 现在还在他身边 我怎么知道那么多 你们又不跟我说 你知道吗 你八千叮咛万嘱咐 要留着这十几个金刻子 给欣欣拿来做嫁妥 希望她将来嫁人的时候 不要太寒酸 别让傅家看不起 她走的时候 一句话都没留下 这几句就是她的遗言了 难道我连这也做不到吗 妈 妈 妈 别哭了 那些金刻子 你继续帮欣欣保管吧 你放心 只要我跟大哥齐心协力 一定搞得好家父 嗯 乖 乖 乖女儿 妈还有没有哭啊 跟我聊完之后睡着了 大哥没用 家父还是交还给你 你呀 根本不是那块料 现在做过了 慈心吧 要是有什么要大哥帮忙 记得说啊 你帮得了什么呀 别打扰二姑娘想办法 你也几晚没好好睡觉了 走吧 嗯 二姑娘晚安 晚安大哥大嫂 快 还钱啊 还钱啊 快 提前 今天不管怎么样 我那五百代面还钱 你一定要还钱了 你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还钱 我都来了三次了 你都不好意思了吧 就是 今天还不清的话 我们就专任接封建 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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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老板 各位老板 请你们不要吵 是是是 如果家福真的不行了 早就关门大吉了 你看看 我们还在做生意呢 哎呀够了够了 酱油妹 不要再说了 家福没问题 那就还我们钱吧 别找那么多钱 别找他钱 大家不要吵 不相信我了解 也相信这位东先生 他是谁 干嘛要相信他 就是 大东贸易行 东本善总经理 你不认识 大商人 人家做大生意的 就在昨天 跟我订了三百坛酱油 知不知道送去哪儿 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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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发财了 那就还钱吧 还钱 还钱 有钱 等一下 等一下 还没说完呢 人家大公司嘛 当然有规模了 做事有规有矩的 要等秘书小姐回来 做好了合同 然后等东先生回来 签了支票 我就有钱了 有了钱自然会 还给大家喽 有钱 三天 给我三天时间 我徐欣说的 三天之内 我没还钱的话 拆我招牌 好 三天 再给你三天时间 到时候我不会收拽 没钱还 就封你的工厂 拆你的招牌 对 三六 这个别钱 快点 快点 三六 我们再来找你 三天 还好 小姐 有什么要我效劳吗 我想找东先生 你说佟先生 对 佟先生 他出去了 不过他会回来签文件呢 我有急事找他 可不可以在这里等他 可以 你到那边坐坐 谢谢你 好 不好意思啊 小姐 我们下班要锁门了 小姐 你不如说佟先生会回来的 是啊 他应该会回来签文件呢 那我在楼下等他 好 你疯够了没有 我都知这样都是因为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你哭啊 你的眼泪一点都不值钱 是男人看见你都会痛 你说这辈子就会爱我一个人 永远都不会变 虽然你变了 虽然你变了 我也不会变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 甚至死 你休息 已经忘了一 killer了 岳妾 家府倒闭的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了 爸 你教教我 你告诉我 我怎么样才能救家府 谁才能够帮我 你别哭了 我最不忍心就是看见女人哭 女人一哭我就会心软 你有什么困难告诉我就行了 我一定会帮你 也一定能够帮你 你也一定会啊 好的 怕要拼耗你 回头能忘 见你在抱紧如行人 你我隔世好伤罪无痕 你离离合合错过 永远要等 其后若相见 可应出声事 情愿失分